你们凭什么看不起吐司令 吐司令打联赛确实赛 但是吐司令的杯赛什么时候让人失望过 大大林 再到欺负谁 杯赛让人失望过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八 欢迎收看《地上足球》 正如我说的 老八作为拳王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指出贝林恶母是冲击爆的人 我是第一个 我在几个月前就不停地在考打贝林恶母 特别是在之前对曼城 曼城比赛一开始 我就说 贝林黛玉 最大的冲击波 黄马营销 黄马赵神的产物 昨天比赛一打完 我说了 黄马的真神是修师 而不是贝林黛玉 贝林黛玉这种球员 下个赛季要夺烂 有夺烂 为什么呢 下赛季又有姆巴贝来了 姆巴贝来了之后 贝林黛玉只能去打中场 他现在是中场吗 现在是冒充中场 黄马的阵容是4 3 1 2 4 3 1 2 不就是4 3 3吗 天天冒充中锋 哪个球队需要三个后腰 你告诉我 非要说黄马阵容是4 3 1 2 在进攻中 他的位置就是中锋 天天冒充中锋 说自己是中场 一打强队就隐身 昨天整个九十分钟 不对 他没有踢到九十分钟 踢到七十分钟 黄马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寻人启示贝林恶母在哪里 维尔斯贝林恶母 除了创造一个任性球以外 其余的全在假摔 平均十五分钟跳水一试 但是 如果下赛季姆巴佩去了 我告诉你 姆巴佩去了之后 黄马的阵容就不会打4 3 1 2了 而是4 3 3 或者是4 2 3 1 一旦打4 2 3 1 或者是4 3 3 贝林恶母就彻底的是中场 你就不是前锋了 你不能冒充中锋了 你一旦不能冒充中锋 你就是巴尔韦德 甚至你还不如巴尔韦德 搞不好姆巴佩去了 黄马正中的三中锋 罗德里格 修斯 姆巴佩 这三个人如果是一旦首发 搞不好贝林恶母在4 2 3 1 这个前腰位上的表现还不如巴尔韦德 你看嘛 我就有一个预言 贝林恶母这个冲击波 在姆巴佩到来以后 很有可能给巴尔韦德打替补 我说的 南马赛州这场比赛 我之前就一直跟你讲了 黄马真正的神是修斯 而不是贝林黛玉 所以罗德里格都比他更有作用 这场比赛修斯进了两个球 罗德里格创造了一个点球 再往前推对曼城 揭示罗德里格和修斯Carry 而贝林黛玉180分钟都是隐身 都在假摔 今年的金球奖悬念在席 我认为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可以把贝林黛玉 从金球奖前三的名列中拿下 修斯顶上 修斯不管是打败人还打曼城 皆是超级巨星的表现 美洲杯如果巴西夺冠 修斯最少是赢球奖 只有哈里凯恩或者是姆巴佩 因为他们拿到欧洲杯 才有可能挑战修斯的美洲杯冠军 所以我个人认为修斯最少前三 巴西拿不到美洲杯冠军 修斯就是第三位 拿了美洲杯修斯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而黄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将会不再造成贝林黛玉 佛拉伦利洛的工作重点 一定是转向造成修斯 而不去营销这个冲吉波 这冲吉波再怎么营销 没用 无效营销 你会把黄瓦有限的关系网 有限的社交能力 有限的社会力量 去营销一个冲吉波 最后啥都没有 不如马上转向 转头营销修斯 因为修斯有足够的成绩 还有美洲杯 再说这 再说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哈利凯恩的表现非常完美 你看到这场比赛 哈利凯恩的表现 你就知道 为什么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是冲吉波 这场比赛 哈利凯恩在进攻中 大部分踢的位置是前腰 回撤 组织进攻 他踢的这个位置 正是贝林厄姆在进攻中的位置 贝林厄姆在进攻的时候 差不多这个位置 在两个边峰之后 组织进攻 而哈利凯恩踢的虽然是中锋 但是进攻的时候 完全回撤 不停的调度 组织 干的是一个前腰的火 四个字 高下利派 另外你们也能看出来 欧洲杯在前腰这个位置 贝林黛玉没有任何的持球 没有任何的球权 贝林黛玉踢的是这个位置 凯恩踢的这个位置 昨天的比赛 两个人兵容相见 相互对打 在这两个位置的表现 完全是高下利派 只要凯恩不退出英格兰国家队 那么前腰这一块位置 永远是哈利凯恩的活动区域 而贝林黛玉呢 要么你就滚回去防守 不要觉得一个打的是中锋 一个打的是前腰 他们位置不会有冲突 你错了 你看着这场比赛 那是百分之百的冲突 哈利凯恩不停地回撤 回撤到前腰子的位置 而贝林黛玉也是在这个位置 两个人如果在同一个球队 他们的位置是百分之九十重叠的 甚至贝林黛玉前插到禁区强点 哈利凯恩也要强点 你说是百分之百重叠 我觉得都是OK的 位置绝对是重叠 只要在这些重叠的位置里面 哈利凯恩都是绝对的老大 你看出来那种比赛 贝林黛玉能组织进攻吗 贝林黛玉能传球传的明白吗 贝林黛玉备身拿球 他能拿明白吗 你再看看凯恩 凯恩面对的可是黄马呀 凯恩面对黄马 备身拿球 备身带球 备身分球 是吧 各种组织进攻 各种调度转移 甚至中路拿球 持球突破 昨天贝林黛玉在中圈拿球啊 前腰位置上拿球 连向前突破都没有 哈利凯恩现前突破至少有三次相间突破 突破比你厉害 分球比你厉害 拿球比你厉害 带球比你厉害 视野比你开阔 昨天哈利凯恩那个视野 你们看到吗 很多直接45度转移弱彻 跟开了天眼一样 不停球也不看 拿球之后立马45度转移到弱彻 还有一个是前场抢球之后 立马掉射 这是什么视野 每一方面你都插过凯恩 你说你在英格兰国家队你怎么踢 最好就是贝林黛玉打替补 来小军长下我之前的言论 英格兰要想拿冠军 要想进决赛 贝林黛玉打替补 那如果哈利凯恩回归之后呢 哈利凯恩回归之后 我建议把贝林黛玉直接放替补 不要上了直接麦迪逊 但是南门是没有这个勇气的 你跟哈利凯恩位置重建的太多了 你只配打替补 上谁呢上麦迪逊 这才是英格兰的出路 我们再来说说哈兰德 哈利凯恩昨天的表现 跟哈兰德对黄马看懂吧 哈兰德对黄马整个180分钟 都在禁区里面打面 几乎不出来拿球 几乎不出来拉扯 哈利凯恩呢 不停的前叉 不停的回射 整个中前叉 都是他位置 来小注意 找一下这场比赛 哈利凯恩的热力图 再放一下哈兰德对黄马的热力图 对阵的对手 都是黄甲马的力 两个人位置都是中锋 来热力图放给大家 知道哈兰德为什么是冲击波了吧 再说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跟我之前说的一样 拜仁一定是碾压黄马打的 拜仁从场面上一直压着黄马踢 黄马也是被动挨打 但是我说了黄马就是一个物卫队 就是一个挨打队 他就是善于防守反击 很遗憾 靖文在两次失误 葬送了拜仁的成果 如果是德里赫德黄马这两个球 没有任何概率能够进 没有任何几率能够进 送点无意义送点 第一个盯人失误 这两个球都是靖文在的失误 之前很多人看不起拜仁 我已经讲了 拜仁在欧冠和联赛 都是两个球队 怎么就没有人信呢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图司令 图司令打联赛 确实在 但是图司令的杯赛 什么时候让人失望过 大巴黎再到秋西 杯赛让人失望过吗 图司令的切尔西打的可是颠峰黄马 比分三比一 场面上都是碾阳黄马的 直接把安切落地带走 所以图司令的战术 你绝对能够看出来 图司令一点也不输安切落地 这跟瓜里奥拉不一样的 瓜里奥拉在战术上 就是不如安切落地 那打不过 图司令呢 图司令从出道至今 打安切落地 它都是不虚的 甚至你能看出图司令的战术更上一层 首先拜仁浪费了不少机会 从机会上来讲 拜仁也是大于黄马的 图司令唯一要吐槽的一点 就是首发托马斯穆勒 托马斯穆勒不应该首发 应该是替补上 首发不该上穆勒 首发该上谁呢 该上格雷罗 格雷罗打颠峰 穆希拉拉打中罗 有点累了 最后说一下 贝林黛玉 他的德甲MVP是偷的 给他说个冷知识啊 小杜你放一下 上赛季贝林黛玉和穆希拉拉 他们同时都在德甲 贝林黛玉在赛季结束 转会黄马 所以这个德甲MVP 我觉得是佛拉伦绿洛 用关系给他偷的 穆希拉拉去年是德甲冠军 拜仁的核心这个数据 调打贝林黛玉 请问德甲的评委 凭什么把德甲MVP 给贝林黛玉这个冲击波 再说一个冷知识 贝林黛玉对阵拜仁慕尼黑 目前的战绩是两平七负 再给你们说一个数据 贝林黛玉出道 跟穆希拉拉是同时出道的 金刚寡队从小的兄弟 从十几岁开始 贝林黛玉从来没有赢过穆希拉拉 贝林黛玉在球场上 从来没有赢过一次穆希拉拉 但是在球场外 通过佛拉伦利洛 赢了一次穆希拉拉 就是那个丑陋的德甲MVP